军舞大本营 张老师 今天来的这位啊 是您经常提的 我第一次听说夏老师 就是从您的嘴里 夏柏林 中国登山家 1975年攀登珠峰时 他因为帮助队友 失去了双腿 之后的43年间 他又先后四次攀登珠峰 终于在今年5月成功登顶 成为中国第一个 依靠双腿甲肢登上珠峰的人 您在节目里 举过很多次他的例子 对 是 我这个 我佩服的人不是太多 这个你这个打到顶峰了 我佩服的人本身又是 能爬到顶峰的 所以这个很少 就一个 而且今年特别有缘分的是 刚好前两个月之前 夏老师是冲顶成功了 对呀 攀登喜马拉雅 看新闻了 我一直关注你的消息 谢谢 很佩服 很佩服 一直就约您 但是一直没约上 但是今天来了之后 我看您这脸上还有伤是吗 对 这是今年冻伤的 我在下车时都碰到暴风雪冻伤 这次上山还好 上山天气还不错 刚到山顶上没有 就十来分钟吧 就遇见了暴风雪 暴风雪来以后马上就下车 下车吧 暴风雪来的时候 它那个雪劲里头吧 它都是冰 它不是什么哈气呀 或者是蒸汽那些 它是冰 你冰的话必须用手去通 冰吗 对呀 眼镜里头是冰 你必须用手去抠 支架去抠 把那个冰抠掉 你才能看得见 所以我就用那手 用支架去抠 抠完以后 就是手很容易动的 手这还是黑的 对呀 这是你的皮肤啊 对呀 天呐 张老师 手动坏了呀 对呀 我以为是贴的胶布呢 天呐 这个手你看 这都是麻的 你看这个手也是 你看这手还 也是一个脱了 黑的脱掉以后呢 你看 这是就这个黑的脱掉 就是这个样子 它还特别嫩的是吧 又不敢碰 碰的是麻的疼 所以刚掉了就是这样 好几个手指都是这样 这个手也是 那五月份呢 上面零下得多少多 它零下就是30度 但是那暴风雪一来 就四五十度 又那刀吹在手上 脸上就跟那刀鸽子似的 所以就很快 这个手就动了 当时你看手套取下来以后 我就刮那个东西 当暴风雪吹到手套里 都下了 吹到手套里 你再戴手 再进去那会儿化了 化了以后 你慢慢慢慢 手套都硬了 开始抓东西都费劲 都开始硬了 所以手可能就堵上了 那您脸上这个是怎么的呢 脸上本来也是黑的 本来跟这一样也是黑的 现在已经变色了 它已经掉下来了 对 就黑的掉了 再变一变就好了 再就是这个 就成了这个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才能 才能长好 才能长得好 跟正常皮肤 你当时爬山的时候 你脸上是没有戴头巾 或者是戴口罩之类的 没有 就是这是眼镜 雪劲这么大对吧 然后这是那个一个 就是那氧气面罩 它有氧气面罩 在这儿 然后氧气面罩 没戴的地方 就是一般的话 一般的人他就戴一个 戴一个面罩 就是那种 就是叫魔术精啊 什么之类的面罩 对对对 然后挖两个眼 就是 整个全包上 对 全包上 那就会好一些 对 结果我当时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一看天气挺不错 就没想到会遇见暴风雪 只要没有暴风雪 就好办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看天气的话 我们那天天气 就是说暴风雪来得很晚 就没想到暴风雪 它提前了 提前了几个小时 它这个天气预报 没什么太准的 你在下边看也很好 它突然就来的 是 因为空气对流 所以咱们选五六月份去爬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 相对天气啊 各方面会好一些 是吗 对 它是在那个春夏交接的 那一段时间 所以就那几天 有那么好 几天时间 就穿口气非常好 就必须抓住那点时间 那中风上是什么样子啊 它上面的景色是什么样子 能看很远啊 是吧 通视率很好 其实到珠峰上 你一看就跟我 登上别的山头 那种感觉也差不多 你上了山头以后一看 反正就是 比如我登牧师塔格 它周边的山都比它小 对吧 都比它矮 它最高七千多 看着 你登上珠峰以后呢 感觉也差不多 但是呢 就是有点不同的 就是说 你从珠峰看 那些山头比你矮的很多 并不是矮一点 它矮的很多 就一览中山小 那种感觉 对吧 而且往前看 往两边看的话 看不见 因为当时我到那以后呢 我就坐在那个 珠峰的最高的边上 后面就是悬崖峭比 一看中山小 那都是那样 往前吧 前面它站了好多人 好多人 它站了好多人 都过来 给我照相啊 给我 在哪里 珠峰上 对啊 这么多人登上去了 我们那次是人 就是第一波上去 人还少的 就十几个 可能不到二十个人 后面那登的话 就几百人都上去了 上几百人 你看 注册的有两百多人 它每个人有一个夏尔巴 你想 就四五百 夏尔巴人带路 向导 对 那夏尔巴人得上去过 无数次了 对 对他们来讲 是不是很轻而易举的 上上 起码高山缺氧 这个他们不怕 对 他们你想 最多的世界纪录 他们上过二十一次 就是有一条路呢 还是大家都沿这条路走呢 还是乱爬 有不同的路线吧 就这一条路 而且这条路很窄 但是它这个路是 就是人踩出来的 并不是路 就是人踩出来的 前面有修路都对 修路的那些人 他就慢慢慢慢 踩出一条路来 然后在这个路上 拉根绳 就拉一根 就是安全绳 就是说你必须 不管任何情况下 你必须用你的安全带 套在那个绳子上 这样爬 对啊 还有安全绳啊 对啊 没安全绳怎么行 它那这边是山 这边是就是悬崖峭壁 你在这个山腰上这走 一不小心都是冰雪啊 烧一下你就 你就万丈深院了 这样子 还有从下边往上 一直都有按下绳啊 对啊 那这个叫绳子的人 得多厉害 那还有人管理啊 管理得很好是 它那个绳子就是 每年都登山季 开始之前 这帮人就是要叫什么 他们叫冰川医生 专门就是修路的 它那个灯的时候 是一直像我们爬山似的 往上爬呢 还是突然有一个 我觉得爬那个划山 划山的时候 有一段是垂直的 对 手脚并用 对 它是垂直的 你这个爬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断崖那种东西呢 垂直的那种 有啊 还有很多冰裂缝 有很多冰裂缝 有很多冰壁 有很多大雪坡 冰波 都有 这个冰是指的是那冰川呢 还是下了暴风雪以后 结的冰 它是冰川 就是恐怖冰川 就是说最困难的 这一段路 就在恐怖冰川上 它有 比如最高的就是 这个冰壁它有20多米 你就得架梯子 架好多梯子 然后呢 你就往上爬 冰裂缝也是 上面架梯子 从上面过 然后呢 比如冰坡 比较大的冰坡 架绳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些横切的那些路上 反正都架着绳 就是你一个人 必须有两根保险绳 因为它不管怎么 它就这条路 比如说有的走得慢 你要超过它 怎么办呢 你必须想把 第一个保险绳 写下来 放到它前面去 你取下这根的时候 你这儿还有一根保险绳 拉着你 你不能同时 就是说你 不能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能说是 你的保险绳 不在这个绳子上 这是很危险 这是一个新的知识 我还是第一次 听说还有保险绳 我听过一种传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跟您证实一下 说在珠峰上 其实有很多前人的 就是尸体 然后留在那个地方 就变成了 是一个一个的路标 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会这样 是真的 我这回去 我走的时候 我就路过了两个 三个 我路过三个 就是 怎么说呢 当时的话 它路上有很多 扔的有很多 什么背包啊 什么帐篷啊 什么这些氧气瓶 对吧 花花绿绿的 你要不仔细分辨 你还不知道 到底是帐篷 还是什么东西 后来我走到那以后 看见了 我看见有一个 没有头 我以为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连体服 连体羽绒服 因为没有头 是衣服都连在一块 没头 我也没太在意 旁边走过 我走过去以后 人家说 那是尸体 我又回头去看 您的 您是 您上去 就是完全适用 您的甲质 是吗 对啊 不是说 我是做一个什么机器 或者是什么样 就是靠甲质来走 机器那些 我就说 你是穿什么 跟别人的登山鞋 是一样吗 不一样啊 别人是高山靴啊 别人他都看的 你得要特制一种 像跑鞋那样 带钉子的多好 对 您是怎么去攀登的呢 就是他跟我们普通人 用双腿去攀登的话 应该是难度更高的是吗 对啊 甲质 你看吧 这个甲质 它本身就没有感觉 对吧 它 你踩在什么地方 你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就是 没有感觉 在登山的时候 是很致命的一个问题 是吗 对啊 感受不到地面的变化 是啊 像你们的话 就是说 脚掌就可以感觉到 直接踩在哪 你们都知道 很各 或者很滑 对 或者怎样 而且你们可以用脚腕 马上可以调整平衡 对吧 从我脚腕进行 可以调整平衡 可是我不行 我踩在哪 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 它高低 屏不屏 我不知道 活动活动 我都不知道 能打弯吗 你这个 打不了弯 直的 这个 底下不行 腿可以 腿可以打弯 下边不能打弯的 下面不行 下面就是打不了弯 是死的 所以 它上山是个角度 这个上山 下山 两个角度 像你们的话 你们脚腕可以调整 对不对 上山下山 而且你们整个 对 你们整个的脚掌 可以踩在那个 紧贴的山体上 可以拿脚指 就是使劲的抓住地 我要上山 它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脚尖 我就是个脚尖在那 在那上 下山的时候脚跟 脚跟在那下 这是个问题 滑 对 它不但滑 它而且还转 它接触的山体 是一个 一条线 就是前面那一点 接触山体 所以它 它会这样 它肯定会往下滑 就是山体太小 它往下滑 而且走了的时候 它还转 就这么来回转 所以这个 对我来说 它就 这个地方 就磨我这个膝盖 因为我磨得特别疼 时间一长 就磨破了 那在这个攀登的过程当中 最危险的 是什么 就是都会有 哪些危险的情况 可能给你们造成危害 雪崩 其实登山过程中 最危险的就是 随时发生的一些 比如说雪崩啊 冰崩啊 暴风雪啊 这是最致命的 15年遇见地震 是吧 15年的时候地震嘛 你不知道打地震嘛 8点1打地震 对对对 那要打地震 又要碰见了 地震就引起了冰崩 冰崩就是产生了冲击波 地震产生的 引起的那个冰崩雪崩啊 都落在那个峡谷里头 它是产生的那种冲击波 这种反上来的 对 就我们在这个 就是冲击波的口上的 这些帐篷啊什么 全部被冲击波冲上天的 被冲击波的带起来的 石头和冰块砸死的 都是都在这一块里头 我们刚好呢 我们帐篷刚好 引起刚好在这个后面一点 所以冲击波 它上来以后呢 冲击上去 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 我的帐篷当时被冲击波 带起来的石头 冰块砸的噼里啪啦乱响 好在是就是 还没有 还没有把我们帐篷砸烂 因为呢 大石头已经在 冲击波口上那儿 已经落下了 所以小石头到我们那儿 已经起不了太大作用了 所以我们帐篷 已经被吹歪了 吹歪了 被那个冲击波吹歪了 当时我就带帐篷 就抓着那个帐篷 低着头弯着腰 就在那儿等死了 因为就想 哎呀 就那个雪崩过来 然后把我们全部 这帐篷压倒 埋在里头 就完了 我就在那儿等着 等这一刻到了 过了一分钟 没事了 没动静了 一两动静都没有 我一看 我好像还活着 是不是这样 没死 所以我就出帐篷 一看 过去那些 你看四周都是 七八千公尺的山 现在白茫茫的一片 就是雾啊云啊 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反正是什么都看不见 就我看到我前面的帐篷 花花绿绿的 就有一些帐篷 全倒了 全倒了 我才 反正就是才感觉自己 捡回一条命 就是说 大难不死吧 幸免遇难 这是有才 第三次 才有第四次 16年 我14 15 16 三年住起来 16年 我又去 才到了 16年 到了 8750 16年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开始 就往上爬了 只差很近就到了 是吧 对 就差90多米 90多米 那就很近了 很近了 90多米 但是它是垂直高度 并不是说直线 垂直高度 如果走的话 还需要走多久 走的话 要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还要走多么小时 还有一两个小时 当时我也挺激动的 还差一个多小时 对吧 就上去了 结果正在这个时候 就是突然又遭遇暴风雪 气候 暴风雪 你想在这个高度 我遇见暴风雪是致命的 不管怎么说 当时我到了高度以后 你想我那时候 已经60多了 对吧 而且我又没有脚 而且我知道 尼泊尔政府又出台了 不准残疾人 登珠峰的一个禁令 还是这个 对啊 那你怎么上去了 我就想 这肯定是我最后一次了 对吧 所以我要不顾一切 冲上顶峰 不管暴风雪再大 我也要冲上顶峰 当时这时候 我就 因为我后面 跟着五个夏儿吧 而且我一看这五个夏儿吧 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他们的职业 就是帮助像我这样 梦想登上珠峰的人 完成我们的心愿 对吧 所以这么大的暴风雪里头 我也想对他们来说 也是成为了增加 所以我想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梦想 而网顾他人的生命 那时候 所以那时候 我就做出了我这一世中 最难做出的抉择 就是下撤 当时做出了下撤的 决定的时候 我心都要碎了 我一想 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差一点就成功了 90米是吧 90米 那您这下撤的路上 心里得多难受 是啊 当时我也 在登山之前 我也做好了准备 反正是登不登上去 都是很正常 遇见这么暴风雪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暴风雪随时都可以发生 当时一定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你才能成为一个 很有素质的登山者 你才能成为这个 要不然你只会上 不会下 那说明你还不够成熟 所以您刚才讲的是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那第一次呢 第一次就是造成您这个 残疾的一个 最开始的那一次 是啊 那是第一次 那个时候登山和现在 完全是不一样 那时候登山是政治任务 不像现在 我们去年在那时候 有一个女的登山 叫什么名字 我给忘了 判多 判多 那不得了 那是国家英雄啊 那是跟你们是一块的 判多是你的 都是国家登山队的 国家登山队的 那时候是国家英雄啊 对 那次是总理下达他政治任务的 任务 因为那时候我们本来和苏联一块登 跟苏联一块登 结果后来苏联他撤走了 他的专家 撤走了他的人员 装备 资金他都撤走了 就剩我们自己 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自己登不登 就打包裹给总理 总理说 没有苏联 我们自己也要登 就这样 这是总理下达的任务 有三个任务 一定要完成 第一个 就树立中国登山大国的形象 第二个 要一次性登上 珠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 第三个 还是要 就是要有女的登上去 当然是没有女的登上去 必须有女的登上去 创造一个世界纪录 我们带着这个三个任务去盘登 当时我那时候被分的突击队 他有好几个队伍 就是运输的 修路的 突击的 那时候这些事都是自己做 对 那时候没有下方 没有商业化 这从哪个方向 登在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第一次 我们从北坡 就中国一侧灯 就从中国这侧 就西藏灯 北坡灯 那个时候你想七几年 没什么条件 装备也好 登山的气节也好 天气一暴也好 都跟现在没法比 对 有很大的差距 那时候 所以我们秃顶也是 秃了好几次 都被大风吹下来 最后好不容易到了8600 结果又碰到暴风雪 在我们在上面待了两天三夜 就所有的食品啊 燃料啊 都用光了 没办法 只有下车 所以我在下车 7600的那个晚上 我把我的睡袋 让给了一个 我的一个队友嘛 他因为体力透支 丢失了睡袋 所以造成我 动掉了双脚那一次 你把睡袋给他了 你自己怎么办呢 其实我自己 没有睡袋的话 因为当时我在登山队 有个外号叫火神爷嘛 那时候我记得 我不怕冷嘛 所以 那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 我觉得我体能也还挺好 也没有什么有太冷的感觉 所以我就把我的睡袋给了他 我自己呢就是没有睡袋嘛 我就在那个帐篷里 就这么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也没感觉到这个腿哪里不合适 因为冻伤这个过程 比如说天然冻得疼 冻得发麻 冻得失气直觉 最后冻伤 就我没这个过程 可能就睡着了吧 那时候可能也就睡着了 我没这个过程 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还背着我的背包 自己从7600走 走下山呢 走下山以后 下山 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才知道 因为晚上脱鞋 脱你高身靴脱不下来 这次发现它在动 当时医生告诉你说 这个脚有这么严重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打击还蛮大的 这个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 因为我那时候二十几岁嘛 那时候对甲肢 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 就看见有的穿过甲肢的人 就是说走起来 乱响 还在煮着双拐 那时候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可能这一生 就要在轮椅上度过 觉得非常的悲惨 因为这么年轻 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 更不是说以后 在从事什么事业了 可能那时候 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 后来有一个外国甲肢专家 到中国来 就是讲学 就传授这座甲肢的公寓 他看了我的情况以后 他跟我说 他说你安上甲肢以后 不断可以像正常一样的生活 你还可以再登山 就这样 就是很多人都说 哎呀 他是在安慰你 他不可能的 有脚还不能登山 你没脚还能登山 但是我就觉得 他说的话是真的 那时候 我一天到晚听见 都是哎呀 这么可怜 这么悲惨 哎呀 这么不幸 都是同情怜悯的 这眼光什么的 都是这些包围着我 就我特别希望听见 像那个外国甲肢专家 这样的声音 他这一番话 确实给我 给我了很大的鼓舞 给我了很大的力量 使我看清了 就是说以后 我就是说能干什么的 这个希望 当然就是刚才是 我是足球运动员嘛 踢足球的嘛 后来我想 假之肯定踢不了球了 怎么办呢 就通过这次登山 就是我喜欢上了登山 不管从我的体能 耐寒能力 还是适应性方面来说 还是从那些 登山过程中的 刺激性 冒险性 和挑战性 也很适合我 当时年轻的那种心态 所以我想 既然这样 我就再登山 就这样 再登足球 就成为一个梦想 就成为一个分斗目标 大家好 我是军屋姓蕾 不久前和小乔一起出去玩 我们一路拔山涉水 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吃饱喝醋之后呢 我拿出一根降落伞绳 和一块防水滴席 准备搭建一个屏风 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哎呦玩了一天的好累啊 我出了好多的汗 这个时候要是能洗个热水 就知道你会提这样的要求 所以说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我们当年可是不洗澡的 我们当年 如果是夏天在河边的话 就脱掉自己已经被汗水打湿的T恤 然后洗完T恤之后 用T恤再擦身体 那如果没水呢 在非洲的话 当然有邦宝石啊 没有水有湿纸巾呢 我们就会搓出来小仙丹之后 然后再用湿纸巾擦身体 就OK了 不过今天是给你准备了 搭建了这个专门洗澡的浴室 而且还会有热水咯 董事件 这个真的能洗澡吗 肯定 在户外洗一个痛快的热水澡 听起来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但是啊 我有一些独门绝技 实不相瞒 刚才趁小乔玩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准备热水了 差不多了吧 20升 这个我们打仗的时候 再艰苦的条件 几张湿纸巾就完全搞定了 但今天带它出来 小乔 所以说我就特意准备了一个防水包 那么防水包呢 它既然可以防水 那就可以装水 对吧 而且它黑色压焦材质 在这种日光的照射下 几个小时的时间 完全可以升到40度 待会儿别把它烫着了 这个轻量化的防水包 带有一个气口 可以用来出水 也可以用来出气啊 将装满水的包 放去多余的空气 让水和包的外壁紧密接触 那么剩下来的加热工作 就交给太阳了 阿斯雷好棒啊 这个都怎么用啊 最外边这个小口 拧开之后 让水碰到你身上 看这水温 哇 烫的 洗澡要快 这个可没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准备 好舒服啊 温度正好的 其实掌握一门 户外的知识 再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即使携带很少的装备 也可以在户外 玩的舒适安逸 我是军武 乌星雷 后面的节目 还会和大家分享 更多的使用技能 关心军事的人 一定要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 在这里 有局座张昭忠和各界大咖 谈笑风声 有著名军事评论员 每日点评最热新闻 还有特种兵吴星磊 上天下海 带你了解最专业的军事常识 以及最新最火的各项 军事展览盛会 这里都独家全即时报道 现在 即刻关注军武大本营 微信公众号吧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再选择公众号一栏 输入军武大本营 就能加入我们了 那您要练习 这个甲织适应 这个过程应该也还挺难的 对 因为刚开始 中国的甲织不行嘛 就我记得 刚开始的时候 那甲织就是 比较简陋 我那时候 刚开始 我还坐公共车呢 坐公共车 我第一次公共车上去以后呢 踩在那脚上 我不知道 踩了半天我也不知道 我也觉得这个脚 好像有一点高 但是我不知道踩在那脚了 后来那个小伙子 哎 哥们不割脚吗 我以为他知道 我是假之了 我说不割 我穿得很好 后来我一看 踩在他的脚上了 他说哎呀 他说道歉了 对不起 后来从这以后 我就不坐公共车 我就买个自行车 骑车 这也可以骑自行车 可以自行车 以前我就会骑自行车 其实骑车和游泳差不多 就是不会忘了 你稍微熟悉一下 就可以骑 就我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后来也那个 因为他假之 他骑自行车 你不知道 你蹬在哪 对对对 蹬着脚蹬在哪 你蹬着蹬着吧 他那个 假之他往前出流 就一下子 就从脚蹬着上 出流出去了 当时我也不知道吧 当时一下出流出去了 假之就甩出去了 就掉了 比方现在 现在他有个壳子 你现在下不去 你不要摁这 他才能下去 是吧 现在下去 所以那时候没有这个 那时候他就这么套在脚上的 所以一灯滑了以后 地链量很大 他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 那时候我还掉下去以后 我还本能的我就想 他就往上倒着 打到我想本能 我就用脚去支撑 摔了 这样没想到这脚没有脚 下起后 只要那个残端就一下就处在那个地上 哎呀一下就 疼啊 把所有的那个肉啊皮啊都处破了 你想 哎呦当时处 当时疼着我又 疼着我差点都晕过去了 疼着不知道怎么弄了 当时我疼着半天 后来有人要扶我 哎呦我说别扶别扶 等会儿等会儿 实在疼着 根本不能动了 抱着个脚 我就在那 哎呀 在这堵住 哎呀 后来过了一会儿 警察过来了 警察说你 你在这个路中间不好 你这自行车会把你撞到 知道什么 后来他就 他说我问你扶着边上去吧 哎呀 好啊好啊 你过来 后来警察找了几个人 把妈妈扶在马路牙子上 我就坐在马路牙子上躺了一会儿 躺了一两个小时啊 好啊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就起来 穿上甲子 这个脚不能 不能粘地了 不能不能粘地啊 因为他 他疼啊 粘地就 后来我就推着自行车 我就 我就 就坐在那后面那个 那个货架子上 然后这个脚就慢慢的往前滑了 一样的 这个脚就掉了 真是不容易 离我们家还不远 出来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 就能回去的 你这怎么能想象 还能爬山 真的是太佩服了 爬山的过程当中 没有出现过这些情况 爬山也出现过非常危险的 致命的危险 就是最后这一次 上下还好 下山的时候呢 不见暴风雪 暴风雪 我一下就是上了 我上了十个小时 下来 应该下山很快嘛 应该下山比上山快 尽管它困扰 它快 可是那我下山的时候 碰见暴风雪的时候呢 我用了十一个小时 就从顶峰到那个 七千九的那个营地 我就知道 我这么长 就是这么 这么长时间 这么高海瓦的攀登 我这个脚肯定会肿 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就这个 我就这个小腿上 我就残上 弹力绷带 不让它肿啊 一肿我就穿不上甲肢了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脚疼呢 又胀又疼 要舌了似的 没办法 后来下半夜 我就把那个绷带取下来了 取下来以后呢 第二天早上去穿甲肢穿不上 穿上甲肢 是刚才说的 它是实的 你穿实了以后呢 它是下不来的 它是这里壳上的 它会卡住你 它卡住了 它下不来 当我穿 你要下来的时候 你按这个对吧 当我这个腿肿了以后呢 它穿不进去 穿不实 就穿不到底 它在空中这么 这么活动 那开挂扣不上 开挂扣不上 所以这都不是致命的 7900 没有人能把你背下来 你想你这路这么一点窄 必须自己走啊 天哪 当时怎么办呢 我一想 我那个里头有个保暖裤 保暖裤就把它 它这么下起以后 再翻上来 就从这形成一个 就是那种 呼吸似的 形成一种呼吸 稍微可以 可以帮助它固定一下 解决一下 然后我把那个裤子呢 我把裤子底下也是 裤子那个底下 这个地方 我给它扎上 实际上给它拿那个绳 给它绑上 不让它掉下去呗 就这样 一走 它就像活摄一样 一走 一踩腿跳出来 一踩一个进去 就这样 特别疼吧 就是特别疼 因为它又胀又疼在里头 最危险的还不是 胀疼的问题了 它有好多小裂缝 就这么宽一点 冰川上是吧 对啊 它有小裂缝 但是你 谢谢你 爆肤血一来 有时候盖住了 有时候你看不见 因为眼镜 它都是接着冰嘛 你看不见 就看不见 所以好有三次都是 我的脚一下就踩在冰裂缝里 通就进去了 整个腿都掉进去了 对 哎呀 当时吓得我魂都没了 我想 这下我吓之下掉了就全完了 对 后来我一试 我在里头有一动 还好没掉下去 我就是感觉 我也不敢动了 就一只脚卡在里边了 对 整个腿都进去了 冰裂缝这么大 肩都进去了 然后呢 我也不敢动了 我如果时间往起拔出来的话 我甲子掉了怎么办 所以我不敢动 后来我就招呼我那个祥导嘛 我一个祥导嘛 我招呼他过来 他就赶进过来以后 把那个血冰裂缝 给他稍微弄大一点 然后他手进去 抓住我的甲子 拔 然后把我这个腿拔出来 哎呀 这对我来说 简直是不可想象 我以前也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我也不知道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穿不进去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 我没想到这是 就那段路走了多长时间 从七千多那个 从七千九到那个 走了 走了十一个小时 也走了十一个小时 全是这样的状态 对 因为那个 怎么说呢 他没走一步特别疼 我记得我到那个 他有个岩石和冰雪交接处 你就要换 你不能穿那个带冰枣的那个鞋了 因为岩石冰枣炸不出去 你得换这种登山鞋 到那以后呢 我就知道离我们营地已经不远了 他们有营地的就下巴就送水来 就送了好多饮料在那等着我们 给我们喝一点补充的饮料 再到营地去 后来那个下巴跟我说 十分钟 十分钟到 当然他我心里很清楚 我走过几次 他们十分钟可以走到 像我们走的话 起码要半个小时 或者四十分钟才能走到 可是那道路 我走了三个小时 就那一点 根本走不动 这腿一上踩下去的时候 跟挣扎式疼 这个腿也不行了 这个腿它也疼了 也是疼 这两个脚根本没法走 就没走一步 就等我一下 而且这一步还得慢慢慢慢 我把全部的力量 就恨不得就夹在这个登山杖上 我身体往前趴 就是说 就是这么走了 就这么的拉 整个身体就靠这两个支撑着 往前走 这个腿根本就不敢使劲 就这么走 你想那段路 我走了三个小时 我看见我那个 我那个营地灯光在那 闪闪闪 就是走不到那 我想那是星星 那是灯 我一想到 看了门前 是不是把路线走错了 但是我后面还有下尔巴 我想肯定错不了 但我心里这么想 那个最后这一点了 不能有人来帮忙扶一下 或者是背一下 哪怕是 不行 那个山上 他一个下巴 最负重最大的负荷是20公斤 不能超过20公斤 你想一个人 他背着我一个人走 他都站不起来 估计他肯定站不起来 单架什么都不能抬 没有单架抬 那里当时就 就那么宽的地儿 你想怎么抬你 有没有一秒钟 或者脑子里就闪说 是不是就在这就下不去了 有这种感觉吗 刚开始从山上碰到暴风雪的时候 我几次想到这样 我说今年好不腻 老天爷让我上来了 我珠峰让我上来了 我说老天爷你不让我下去 我说真是 暴风雪大的 你根本前面看不见路 我当时几次都想着 我是不是要挂在这个路上 几次都这么想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 我们队的一个女的 就是福建的一个女的 我看见她 眼看着她 真就掉下来 掉哪了 就掉在山谷里头 就掉下 但是她还有个安全绳 一下给她拉住了 安全绳本来直到 把她拉弯了 拉成这么个弧度 我现在掉在山谷里 掉在那 没有这安全绳 她就完了早下去了 可是没人去救她 救不了她 因为她的那个峡谷里头 这么一个绝壁 你怎么去救她 把她往回拉呢 谁还拉着动 拉不动 根本就没有这练拉她 后来那个小岛跟她说 她是这么下去的 这么躺在这儿 那个小岛说 你转过来 你爬过来 爬过来你可以爬呀 对不对 你脚不是还有冰枣吗 你可以 你蹬着冰 你慢慢爬上来 不行 我过不来 我翻不过身来 翻不过来 到这种地步了 后来下巴一看 根本没办法 后来下巴就慢慢往下蹭呗 蹭得离她近一点 看看能不能帮她一把 后来我这个下巴也 她的下巴从那边下去 我这个下巴从这慢慢下 下到一个地方 根本就再也下不去的情况下 就是说 现在我们下不来了 只有靠你自己转过身来 要不你转过身来 你就挂在这儿了 哎呀过了好长时间 跟她在那哭啊 又喊一哭又叫的 一个女的嘛 又是个 哎呀后来慢慢慢慢 她也知道 实在不行 那俩人在那等着 站着等着 后面还好多人呢 都下车 都因为这根绳 没办法 就都在那等她呢 最后 她救不起来 其他人走不了 对呀 就那根绳啊 你没那根绳 你怎么走啊 之后她一看 后来过了好长时间 慢慢慢慢自己 就慢慢慢慢蹬 这么蹬 就叫着蹬蹬蹬 蹬着慢慢撤我身来 撤我身来 后慢慢慢慢 就这么一前一前 一点点点 往往前撤 后来才上了 哇那次 张老师听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 就经常说 长大的要干什么 要当科学家 要当将军 要当这个当那个 结果最后 都是因为碰到 种种困难 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所以说 有智者 立常志 无智者 常立志 今儿干这个 明儿干 结果一个都干不成 我的人生哲学 一辈子 我都给我自己 设定的小目标 前边都是50米的山 我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我说啊 假定我前面一个山 这个山高 说50米 不会超过100米 我挪一把劲 爬过去 爬过去 我歇一阵 然后在前面 再有一小山包 我说一辈子 我总结起来 都是这么爬山的 爬到一小山包 歇一段 然后再爬另外一小山包 100米 200米 300米 慢慢 你说他从20多岁 就开始要爬8000 要爬世界上最高的山 8800多米 是吧 848米 848米 就是珠穆拉玛峰 我一辈子都没有这种大目标 我全小目标 我第一次碰到有这种大目标的人 我这一辈子碰到的人 不说越人无数吧 你说我得见过多少人啊 每个人都是曾经有过雄心壮志 这个实现实现 结果就像你说的 还有90米爬到珠穆顶点了 最后碰到大暴风雪 又回车了 更多的人是还在底下的 回车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更多的人是还在底下的 大本营就遇上了大暴风雪 对啊 然后就连开始都没有机会 他距离成功 就是马上就要成功了 结果最后一刻放弃了 放弃之后 他再也不会追求这个梦想了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 恐怕90%以上的人都是 梦想就是在接近成功的时候 然后跌落了 从此无缘了 原来毛日起 我们那会老学习一句语录嘛 叫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 你这听到哪 何止排出万难了 你这给我们说出来的是这些 但是没说出来 每天都经历各种折磨 各种痛苦 人生各种选择 但是真是 20多岁的梦想 居然70多岁实现爬顶峰 所以最早我跟碧峰说 我要请你来给我们大家讲讲 给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成为有志者 一辈子就立一个志向 就把它实现 你这个真的是非常伟大的 我就刚才跟你讲 潘多 潘多那时候是70年代吧 70年代登上珠峰以后 全国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你像你这种英雄世界 现在应该广为传播 它关键对人是鼓励 您是不是从上面下来之后 看世界就会不一样了 对啊 有什么感觉 你现在是下来 一览众山小 就看人间 是不是现在看什么都觉得很平常了 没有 其实上山的那个感觉 并不像我 我在山顶下 没上山的时候 每一次突击顶峰的时候 我都想 我到了顶峰以后 我肯定很激动 我会像世界那海 我会让我来做个姿势 要做一个造型 真正上山顶以后 你就没有这些 就觉得很平静 我觉得这就是山顶 这就是我40多年来 向往的地方了 今天终于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